无法真正修学到终极的目标 不老 不病 不死 这是真的 决定不是假的 他有理论 有方法 依照这个理论去方法修学 你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你要说是 人这一生 不衰老 不生病 已经就不容易了 哪一个人没有死呢 释迦牟尼佛也死了 生死到底是一回什么事 没有人搞清楚 所以人贪生怕死 你要真搞清楚了 你才晓得 根本没有生死 生死这个事情像什么呢 像我们换衣服一样 你看 衣服穿脏了 你会脱掉 换一件新的 那个脱掉就好比死 再换一件新的就好比生 实在讲 我们人 在六道 在十法界 这叫轮回 血身瘦身 就等于 脱换衣服一样 世间人不知道 不晓得四十真相 衣服穿脏了 脱下来 非常舍不得 那什么人呢 女人 小孩 你看小孩 衣服脱了 父母亲要把他脱下来 又哭又闹 就是不肯脱 那就好比迷于生死当中 他不了解 他不知道脱掉脏的 换一件新的 更好的 到他穿上新衣 他就高兴了 他又笑起来了 众生就是这种情形 不了解生死的真相 了解四十真相 那我们这个换衣服 也得要讲究啊 总得越换越好啊 不能越换越差了 六道里面的人生 来生的人生 或者来生的天人之身 那你换的衣服 就越换越好了 如果来生变成畜生 变成恶鬼 变成地狱 你换的衣服 就越换越差了 还不如现在 这个身体了 这是我们要明了的 要懂的 所以我们会常常想到 来生我们要换一个 什么样的身 当然最殊胜的是 佛菩萨的身 所有身相里面 第一殊胜 佛让我们明里 了解四十真相 于是 生劳病死 确实可以解决 对于身外之苦 有三类 第一个是 愿增慧 慧是聚慧 冤家对头 常常聚慧 你很不痛快 不喜欢的人 天天见面 不喜欢的四 常常遇到 这一类 叫愿增慧 再一类 爱别离 你喜欢的人 常常 离别 喜欢的事 常常遇不到 这个两大类 所包含的四项 也非常复杂 非常之多 第三类 叫求不得 你有很多的愿 有很多的祈求 求不到 不能埋怨 佛将我们所有这些痛苦 归纳这个三大类 这三大类的苦 人人都有 六道众生 没有一个没有 到天上 做了天王 他也有 佛了解这个里面 一因果报 你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冤家对头 为什么 你喜欢一些人物 常常给你别离 你有很多善愿 喜求不能够埋怨 都有意义 佛家讲的 业障 你过去造的种种业 尤其种种不善业 不善业会障碍你 善业也会障碍你 所以 善业跟不善业 全都造成了障碍 我们在这个世间 古人常讲的 人在世间 一生当中 不如一四 长八九 称心如意的事情 真的 十分之一 都不到 现在这个世间 称心如意 能够有百分之一二 已经就很难得了 不如意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那么这些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唯一有佛法 能讲得清楚 能讲得明白 这个里面的 意音 你要是多清楚 多明白了 这个三大类的 苦啊 你就可以解决了 愿真会 这些愿家对他 你懂得 你就能够化解 愿家一解不一解 你有智慧 你有能力 消除业障 化解愿对 所以说化敌为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 爱别离 你所行爱的 你也知道 何以有别利的因素 把这个因素找到 再把这个因素消除 你就能埋怨 觉悟之后 这个爱 转变成高度的智慧 唯一有智慧 才能解决问题 情爱不能解决问题 情爱是迷 所以世间 诸位如果设施 现在是太明显了 不必要很高的智慧 只要留意 常常看看报纸 看看杂志 甚至于看看电影连续剧 你会应当会觉悟 爱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看男女两个人相爱很好 结婚了 没有几天打架 离婚了 这是假的吗 虚情假意 我们在这里一看 就看穿了 所以人家告诉你 他很爱你 假的 不是真的 他说他恨你 你也晓得 也是假的 不是真的 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都不要把它当真 一定要有智慧 要把情爱 转变成真实智慧 真实智慧 永恒不变 佛菩萨 真正救的人 他那个爱是永恒不变的 那个基督教天主教 你看圣经里面所讲的 神爱是人 那个爱是真的 人不爱神 神也就不爱人了 那神的爱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还是靠不住的 人怎样背逆神 无辱神 去爱神 神还是爱他 决定没有改变 这个爱是真的 所以佛家讲 这个真正的爱 他就不用这个字了 叫慈悲 慈悲是永恒不变 真正的爱 世间人讲真爱 佛菩萨很清楚 全是假的 所以不接受佛的教育 不能够入佛的境界 我们一生当中 对任何人全是虚情假意 没有一桩事情是真实的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好果报呢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阿 祢81 阿 祢ia 阿 祢 阿 祢